《道德经》第35章 在上一章,老子跟我们讲述了作为一名懂得行道的领导者所应该具备的人格修养。 而到了35章,老子将深化此话题,进一步地阐述将到弱势于管理工作的意义。 首先他说道,直大象,天下网,网而不害,安平派。 文中的直代表着掌握,而大象指的是最大的形象,也就是大道本身。 安平派也并不是一个词,而是分别独立的三个字,整体表达着安定太平之意。 因此,整句话的意思是,懂得指导而知识者,众人皆会向往,甚至都会自然地被吸引聚合过来。 同时,人与人之间互不竞争,更不会有彼此的伤害。 整个组织,乃至于社会,都能呈现出一种太平安定的状态啊。 直导致事,是老子一直在倡导的管理方式。 同时,他始终认为,这样的方式,是能够让动荡不安的社会,回归于安定和太平的。 既然如此,我们就需要具体地理解,所谓的直导致事,究竟在表达什么。 要说明此问题,我们就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 一个是关于其理念的主旨,而另一个则是其特征的感受。 我们先说第一个,直导致事的理念是什么。 事实上,此问题在老子书中,已多次反复地谈及到。 如第三章的,唯无为则无不至。 第二十九章的,天下神器不可为也。 以及三十二章里所说的,谱虽小,天下莫能尘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 等等这一切,无疑不再倒向着,老子道论中最为根本的制式主张,那就是无为。 那什么是无为呢? 无为并不是不作为,而是不妄为,也就是不刻意的人为干预,一切顺着事物本有的规律,去调和,去疏导,甚至是小心地,去扶正。 在老子的理念里,万物皆为天地所孕育,他们有着各自的天性与意志,且共同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地生长着,是天生天养的,是不应该被人为的强制控制的。 因此,能够指导制式顺道而为的智者,他们懂得尊重道之规律,懂得尊重人性,他们会小心且细心地呵护着自己的组织,让每一个人都可以顺应自身的天性与天赋,从而各自绽放其自然。 这就是老子指导制式的基本理念,想想一下,在那么一个四处都充斥着,以图一己私欲,而实施强压式管理的时代,倘若有一个如老子所说的地方,你觉得还会有人不心之向往的吗? 了解了指导制式的理念主旨,接下来就是其特征感受。 为此,老子便直接给出了答案,他说道, 乐于尔,果客旨,道之出口,但呼其无畏,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吻,用之不足计。 这里的乐于尔,指的是美妙的音乐与可口的美食,以及各种声色全马的享受等,而老子借此比喻着管理中各种繁杂的制度,礼节与仪式等等。 因此,这句话想要表达的是,在社会治理与组织管理中,管理者总会热衷于制定各种五花八门的制度,编排各种繁文如节的礼仪,以及举办各种冠冕堂皇的仪式活动。 等等这些,仿佛就像那美妙的音乐,可口的美食,以及各种声色全马的享受一般,激发着人们内心的欲念,调动着人们的渴望,总让人流连忘返,欲罢不能啊。 然而,老子的直到志士就没有那么多名堂,太平常不过了,以至于说出来一点都不动听,且淡而无味,既没啥看头,也没啥听头。 但唯独不同的是,他总是能管用,而且用之不尽,取之不解。 老子通过对比的方式,直观地描述出了有文与无为的特征差异。 事实上,其道理也是明显的,既然是有为,是刻意的,那就必然有东西可见,可听与可感。 相反之,既然是无为,是顺其自然的,那也就意味着是常态化的,是潜移默化的渗透在点滴之中的,那也就自然淡而无味,没看头,也没听头了。 这就好比像水和空气一样,它们实在是太普遍了,太常见了,太不值得一提了。 然而,也就是因为它的普遍,反而成为万物之所以能维系与成长的必要条件。